继续来到第八场了 二班千四 好状态的马就有几只 二三五十和十四 配备转变十一 雪山飞湖继续跑千四 除了面箍重大鼻箍 也都搓绑力 至于黑桃火箭 搓绑力也都用环形口含铁 今早就去考了个眼罩 先看看这只大藤王的拍吊 上个礼拜早 这货就被一只侧身马追下它 迈尾也都落荷草地 我觉得这只大藤王也不太小 有点像有理共赏的案件 看哪一局突然跑得好 你就会觉得是有班的 好了 非凡才子 神操里面是一些很活躍的马 其实由始终中它也是这样的 保持得很好 好了 另一只也是今年准到辟的胜利威龙 后面就飞翠鹿 毓日星抄出个中外档 当时毓日星当然还是宽敦 12月7号的试集 翡翠鹿也跟得挺前的 在一个中游位置的灰马 戴了个眼罩试 另外 胜利威龙就一直追着前面的加州时阶 他试得挺好 当时就黄浩南试 落长跑 田泰安今年也跟他交道 胜利威龙就保持得很好 这场马刀 那你这场马刀似乎是胜利威龙 风火战区 两只马较飙轻一点 可能配合到一个表现 觉得他没有以前这样的动作 没有那么硬的 柔一点的可以真的 这只手到回来都算他厉害的 整天都抱着个肚腩仔 你看他一点都不起眼 两场出来都近的 这只手到回来都算他好 神粗就赚不下这些新型的马 肥佬那样 是 是必非非 神之水迪带着风火战区 我堂堂幸运不输给你的 那场马太快捕捉 其实风火战区赚很多东西都对 不过人家Q都没脱过 又操练正常 这只是另一只容天鹏的马 今场他出了三只 似乎那小子最弱是他 这个电路三号 始终以前在高东尼的时代 都很多健康问题 现在都不敢憧憬太多 进龙区 你不是看他开得很快 一分二十二个多 二十三个领拉士 不过我又觉得他的步 其实不是很流畅的 常日都是神粗之星 那这只就叫三光飞轮 那个伤患的图案 因为他十月尾就做了这个 阉割手术的 他都挺高分的 八十四分的 这些马 看他试习就常常都慢下习 好 跟着翡翠精选了 因为你有时可能他头断迫过下 跟着你要打翻做慢时间 那你就觉得 都好像挺好 但其实很多时有这些假象出现 不过你说他粗足健康好 这只就翻了重化走转 落满罐 都是立友的马 比住两步 他不愿走都见惯了 不过落到墙 这只马其实都不容易发挥 不过他都挺深藏不露的 这些好像神粗 炸炸炸炸炸 这只就难搞了 雪山飞湖 他现在又要想了 不知为何会 我觉得 不知为何这样 是不是不耐薄 又转价格 是有点击了 我想起来 好 看看这只黑桃火箭 亦都翻了重化 操练了一轮 这个集出集他都算顺 一准落到较厚的位置 但你看到他最后 其实他真的自己涌上来 这些黑桃火箭 看来能力都相当不错 所以都平这么高分 一来都平82分 再看直路上面 这份11月25号的货 那份试集 前面那些又保罗盛传 接着金庄令在外面 你看到他自己的跑资 就知道他小了 我想这只马 应该是非常好东西 又熟 不过我记得那时 应该还没扎 可能我再看他跳 有时小圈骑 他舌头在顶着 接着扎来 小圈骑我都见他有扎 不过还要再收身 他和你跑水 好 再看看他另一组 试集12月9号的黑图火箭 旁边就声昏鸣着 出集他都算快的 那只四三一 这一组集他快集了 看到组段都在前面的位置 后来他因为排阔的外档 又是流到尾 彎位他就轻轻走上来 是的 声昏鸣着就在前面 那只119还有那只 根治藤雲 沈集成 根治藤雲 整天你都不记得他 我整天都不记得他的名字 声昏鸣着就放得好像 因为走顺了 结果就在前面带到 根治藤雲 而这只黑图火箭 就慢慢逐步咬上来 长远一点 第一波我都不敢拼着 说真的 让他跑了一水 今早加眼罩 是这样走的黑图火箭 好像发狂 头断他不是很厉害的 但是去到最后这只马越走越起劲 有些雨 今次说重发回来香港 他都真的有些新鲜感 外地有眼罩 再看看他 这么迟才真是大 好 接着看看英智星 上次是不是用得都挺尽效 跑得这么漂亮 着火 叛顿那晚菊草千蚁都乌赢不了 又要再等 中华盛景这只马也试了个集 12月初的时候 大概两个星期之前 当然这些其实都是锐开的四岁马 这一组黎地集就遇到 速递骑兵 那是不是又是强组试集 飞轮闲耀 旺虾黄全部都在那里 一直逼着逼着 最后他都步步进逼 那只速递骑兵 都试得好 飞弹都在那里 极速飞弹 那只 全部都在那里 几惊辛苦 终于都赢得了 其实神操可以再定一点 那你这样如果眨眼看 你就觉得 那只马也很厉害 希望不要这么急 跑千四就不同 千二 对手不同 还有他会前了 这一组第八场回到二班千四 我觉得都是高手临立的局面 我想都是那五六只马之争 其中三号和五号都是突出的马 风火战区和胜利威龙 还有他们两只都不会转路程 两只都是跑回自己强项的千四 今年这一日圣李威龙 跟得斗得 以前我们都不是觉得 他的步法很漂亮 有时都好像有点痣痣痣 今年不是 又顺 马就起上来 身又壮 又都很合格 田泰岸 所以这些马值得顺耐 其次就中华盛景 没有千四的form 另外二号的非凡才子 他都强 但是他要什么顶绑 就是重绑 最重绑一三二 还要后追 所以这些马 我想他至于都是冲勤 你说想到呢 都要再度一度 三胜利威龙 五 风火战区 基本上 刚才说过 你都飞不掉的 这两只就是三和五 那你到时再想一下 有什么 我觉得就是十 因为他冲到上来这个分 我觉得他还保持得挺好 现在 晨操里面也都没有什么 让你看到 有什么好大不同的了 这只马 但是落墙里面OK 十一 这只雪山飞湖 较为尴尬 其实上一次跑完之后 他都比较迟操的 他不止出现这个情况一次 不过幸好 今次就是上次跑完 就是我意思是说前一次跑完 他很迟伏操 上一次跑完 幸好今次伏操 都正常一些 不过不知为什么输到这样 这个是很尴尬 高冬离两只 我刚才说过 下满满满路会较好一点 其他的马 我不知道飞凡才子会不会又会冲得近 因为本身都是一只挺中心的马 那都可以扔着他 其他我临场再看了 第八场赛事都研究过 休息一会 三缸飞轮的飞 Galilio 天文学家 这是马 欧洲就很厉害了 但是香港就比较少 这是马 跑到现在为止 天文学家的指示 有将王在香港复业 过往非常坚 将王在英国方面是三级赛得主 来到香港打给亚军 刚刚跑香港杯都有成绩 跑入前三名 都很厉害了 天文学家一族 就算在欧洲又和香港 整体来的都是长途马居多 亦都比较持续的一个族群 至于三缸飞轮的武系 是沙漠风情的女儿 曾经在美国和英国两地上阵 赢了四场头马 由短途赢到1700米 四次赢马全都是草地赛 武线家族的近代成员 其实是短途马和中距离马比较多 个别有些就赢到2000米 骄沙地赛的性能 他们一样的 不是特别赢的 所以先看看父母两先 三缸飞轮看来就中场途马来 伪地赛的性能 不一定会很好 但是也未必有太多验证 三缸飞轮来香港以前 在外南和英国合共上阵 5次赢了一场头马 赢马那仗是1600米的赛事 在外南的高运员马场赢 跑右转赛道 之后到英国王家亚士谷赛旗 他跑汉普顿功錦标 当时跑第二 当时那场赛事 还要被无限区干扰才第二 不然也有机会赢得到 右转赛道赛事 他就赢过马上名了 直路赛他就没跑过 瑶本辉马房的初出马 上季初出即逝马只有1匹 那匹是疑心星 今季跑到现在为止 暂时未有初出即逝马 但初出上到名的马有1匹 那匹是太阳拍档 黑陶火箭的肺是fast net rock 登塔岛 过往这马就是香港的大族 时至现在由于登塔岛的年纪占大 所以来到香港的止捷的数目 也不断下降 今季来说 暂时成绩不算特别突出 有匹加州海哥赢过 上名是加州雷电 精彩勇士 这马过往来说 大部分的马都比较早熟 跑短途比较好 但发展到现在为止 有些跑长一些路程都没问题 至于黑陶火箭的母系 是零驱的女儿 曾经纽西兰赢过6场赛事 由16米赢到2100米 表列赛亦上名 母线家族的近代成员 大部分都是这样的 初期由短途跑起 赢到短途开始 赢到一里甚至2000米 很多都可以 所以这本来是马过的特性 所以看了父母两舌 这把黑陶火箭应该大致上都是这样的 初期由短路程赛事赢起 赢到转到路程 中期长路程赛事会更适合他跑 黑陶火箭来香港以前 在纽西兰和澳洲的西尼 两地合共上阵 10次赢过5场 5次赢马的路程相当广泛 由14米赢到2400米 左右转的赛事也赢过 直路赛还没跑过 而黑陶火箭实际上是 今年度2021年度的 纽西兰打比大赛的得主 放家拍马王的初出马上季 初出即胜马有4匹 他们是风流人物 喜风堡 楚霸王 和大鸿峰 今季跑到现在为止 虽然暂时没有初出即胜马 但初出上到名的马有1匹 那一笔就是飞腾追 黑陶火箭 今年3月7日的时候 在纽西兰的爱沙尼马场 赢了今年度的纽西兰打比大赛 这场赛事已经是他当地 第8次上阵第4次赢马 在这场赛事之前 他赢了两项二级赛 奥克兰坚尼大赛 和雅皇帝坚尼大赛 他赢了 直接进军来打比 入到直路之后很厉害 走位非常精绝 由包尾突然间 内档穿了上来带头 二三名的马其实都威胁得他很紧要 去到末端的时候是三匹马拍着斗 但是黑陶火箭 占了走位之力 就一路压着二三名的马 结果就赢了这家纽西兰打比大赛 赢了打比之后 他亦都再赢了一场赛事 就去跑色尼打比